特朗普你怎麼面對針對中共? 白噩夢啊 就是很害怕 很害怕他樣的 是啊 這張牌就是一個男人 睡覺的時候紮醒了 OK 它怎麼跟中國這個國家協商 是的 我怎麼形容 我先看看 好吧 我先抽了兩張牌 我先給大家看一看一張 哇 我害怕那樣的 是啊 這張牌就是一個男人 睡覺的時候紮醒了 就是很害怕 這張牌代表了你正在問那個國家 為什麼這麼靈? 我覺得很奇怪 這張牌是你正在問的國家 就不是特朗普本人 這張牌 為什麼呢? 我想他呢 就不希望特朗普當選的 他也都不覺得特朗普會當選的 但是真的當選了 沒辦法了 所以其實呢 這一剎那看到這張牌的情感 就是說 咦 有一點點處料不及 有一點點是out of我們原先的想法 就是離開了 所以現在就擔心了 因為要重新再洗牌 重新再去應對那些問題了 哎呀 之前想好那些東西不適合 走不了Plan A了 現在是不是要走Plan B呢? 還是要走Plan C呢? 現在很多東西煩了 但是好了 接著就第二張牌我就抽到了 很好笑 這個意味著什麼呢?不是很少看這個 大家看一下這三個男人分別是不同國籍的 是不是? 大家一起走在一起 慶高彩烈喝酒 哦 那就是說呢 簡單的說一句吧 無論怎樣不和都好 應該都是會有辦法談的 大家 就是一起賺錢 你給錢我花都可以 是不是? 是啊 買我的東西都可以 是啊 那應該啦 如果我的感覺呢 應該你正在問那個國家呢 就應該接下來會 不是強硬的政策了 應該是軟的政策了 這個很難做啊 和親的政策 哦 就是上一次貿易戰 以前中國政府答應了 求買美國的東西 還沒買到嘛 現在特朗普上說 你之前答應了 我有些東西要買的 你現在好 交回一條數出來 快點買 是不是? 是啊 是的 那我相信呢 接下來是 有很多很兵役性 很笑話的和親政策出現了 好 下次 那我現在想著特朗普 在他當選之後 他究竟會做些什麼呢? OK 我先看了他算一下 我就抽了五張牌先的 那我就先看了特朗普當選之後 他第一件事會 嗯 他真的有機會會處理戰爭的問題 還有有一些的 所謂的 譬如那些叫什麼 有一些叫難民去了某些地方 因為戰爭有很多人要逃離某些戰爭 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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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説他要港口扯8萬非法移民 是啊 那我會看到他會先處理戰爭的問題 還有非法移民的問題 那這個都會是我看到他一上任 他會處理的問題 那可能會 戰爭那裡呢 我看到他都會用一些強硬的手段的 他幫忙的 那如果以我這裏看呢 我感覺到他 他應該會很支持烏克蘭 嗯 那所以變成我覺得他有個強硬的手段 就應該是 他會想一些方法 或者他已經有些方法 他會令到普京呢 他會受兵 就是不要減掉了 所以變成這個呢 我覺得他是會首要 在那裡會插手處理的 那這個就會看到有這個 第一件事他會做 第二呢 非法移民這裏呢 我看他都會有些東西解決到一些問題 那還有他有一件事我值得是贊的 他會特別是會幫助了很多兒童 就是一支可能很小的小朋友 一支受到災害 戰術影響的小朋友的問題 我看到他都會承擔到有很大部分的 好像你失蹤兒童 好像你 所以我看到呢 這個都是他 接下來當任之後 他會做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看到這個男人呢 背起了很多小朋友 給大家看清楚就知道了 所以變成了呢 我會覺得 這件事是他 接下來會做的 首要的事件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他會做得挺好的 那幾年裏面呢 我看到他就好像一個大天使來臨那樣 他會幫這個世界上 或者甚至乎一些年代上面做一個總結 曾經在特朗普競選的時候 都有人說過 如果特朗普當選呢 美國將會陷入一個經濟的大蕭條 或者甚至乎是會不好的 很差的 那我想現在出來呢 已經是兩個對比了 他們有一些bitcoin的股市不斷升等等 很多事情 也都因為特朗普成功任了其 有很多人因為這樣賺了錢 所以我看到 在美國未來的整體經濟裡面 他們會保持到那個狀況 不是某一些主流傳媒講到 說他們會經濟大蕭條 不是的 這個可以放心 好了 另外呢 這裏有一個股市會大狂瀉 股市會狂瀉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所以我看這個問題 就是特朗普本身 他處理經濟 他處理得很好 應該不會狂瀉 但雖然他不會說突然間大升 但是怎麼樣 但是他還未至於去到狂瀉 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可以放心 另外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 特朗普這張牌是一張魔術師 大家看到這張魔術師 我走近一點給大家看 是 這裏好些 是了 大家看到很多天使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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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看看魔術師手上面 握著的是一個金幣 是呀 另外一隻手呢 向上它是握著劍的 想握著一把劍的 這個意味著什麼 是的 那你會看到 是代表了 就是代表了 他做的事情 可以是講天安排的 運氣來的 第二 特朗普是走運 你基本上 哪一個走過去 你都是被比下去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未來的日子 看他上鏡 我們看到他和其他國家的援手 擺在一起 特朗普一定是 那個氣場 那個磁場 都是強大很多的 特別英俊一些 特別厲害一些 特別厲害一些 所以變成了呢 其實也代表了 特朗普接下來做的決定 其實是 那個天意來的 我們無論在 這件事的人情世故上 對錯都好 他做的也是天意 不是他這樣做 你不會把那件事可以扭轉到 所以我想說 特朗普是一個中間人 他是天安排下來 去處理了這些問題的人 所以他不是說他是好還是壞 他只不過是一個中間人 他是負責幫你去疏導這件事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天使 在旁邊都會對他有很多幫忙 也都看到 以往可能有小部分的民眾 未必會很支持他 但是也都因為這樣 都會支持他 所以其實他的支持者 我們都看到越來越多 另外剛才我看到他更加抱著一些錢 那代表了他其實運籌維押 他有很多東西已經是在過去 就是下了選那幾年 其實他已經是做了很多準備功夫的了 就是說不是現在上場 我才去想他怎樣解決 不是 其實他已經是心流遠慮地 在過去下選的四年 已經是準備了很多東西在這裏 所以其實他是過去的四年 他並沒有白費 他只不過是更加努力去籌備他要做的 所以現在他一上場 將會有很多大的改革改變 都會因為他的決定 另外呢 他的手呢 剛才我說了 申請了 有把電腦被拿著了 那他很大機會呢 他應該會裁決某些事情 正等於他 好像新聞也有出 他剛剛去了麥當勞那裡辭工 但是代表了他呢 他接下來都會去裁決某些事情 就是他會出面去裁決某些事情 所以這裏呢 都會看到他 真的好像說他很多事 很多事 就是乾人家的事情 我感覺你剛剛說的 他是中間之人 還有後面有天使 他又拿著把劍 我感覺你剛剛說的 好像他含著一些神 叫他做的事情 後面所以要天使汙繞著他 是不是這樣呢 是啊 就是要借他的手去做一些裁決 通常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他會做很多 我還要形容 他會做很多 滑樹代的見證 所以我現在想起一個股市 就是天降大人如詩人也 你先勞其根骨 勞其體股 好發其身 所以他四年的歷練 是不是 經過四年的歷練 要經過了槍擊 重重的虎難 就是歷自艱難顯祖 好像現在回來的那個感覺 好像都認得了民生 如果他四年之前 所以我相信在世界各地 這麼多的元首 這麼多的大人物裡面 我想當今都沒有哪一個 好像Donald Trump那麼艱苦 要經歷了最高 又落到最低 又要被人暗殺 然後然後又很幸運 沒有大傷害 然後甚至乎再一次成功 成為歷史上的話題 第二個可以連任的總統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吉兆 都代表了這個人 他真是很有能耐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好像普建都說 對他表示一個讚賞 說他遇到槍擊之後 是很勇敢的 這邊聽到一些 那些董特朗普的人就說 他每天早上五點幾個喜心 然後七點鐘要出發 去做一些一天的選舉工程 晚上一點兩才回到家 他練了七十九天 九十天 我忘記了 八九十天的時間 一天如此 而且他遇到槍擊之後 第二天第三天 因為他帶著耳朵那個 已經出去做建選工程 所以他這些行為 我自己感覺到 這裡是也好 臣服了不少的民心 真是 很有心 你看到他真是很有心 去做一件事 就是要做這個位置 其實說真的 不是說人工高 很簡單 其實是一個三殺位 我想全世界都認同我這句說話 但是為什麼他要做呢 除了是因為他可能真的不輸 他可能真的很有使命感 第三就是 他這個人是很有那種士氣高昂 因為我都講過了 我看到他就是 空有很多計劃 但是他還未能夠完成的 所以你要他突然間死 他都會翻山的 死不了你的 所以就正正反映到他 過去這四年其實是秘密聯兵 如果沒有過去這四年 其實很簡單 真的要多謝拜登的 如果不是拜登冷藏一個月尖堆 這樣撿了 過去這四年可能 特朗普未必這麼堅毅 是的 如果你讓他順利去連任 可能他真的未必這麼堅毅 反過來他因為經歷過這個 四年的低潮期 我認為 其實某程度上他只會更加 就是免的問題 他會做得更加好 因為他會知道 這個是我最後可以發揮的沒錯 我要將我心裏面的所有的大計 我要在這個時期裏面做出來 所以其實看到他將會做很多 滑鼠袋的見證 是真是No.1的 他會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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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